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晚了去到房间 肯定有事瞒着我 这忙着呢 我想了想 这彩莲庄虽然有内墙 庄内的池塘和外河道相通 试问应该是为了躲避追踪不幸跌入河内的水道 游到了庄内 信得许娘子所救 奇怪的是啊 三日之后 他这个人就消失了 而且庄里没有一个人看得到 会不会沿着水道出去了 我觉得不太像 一个人无缘无故消失了十年 我总觉得有点不太好的预感 尸魂处理遗憾 苏拉有记录在册的习惯 只要找到她的记事册 也能找到山谷刀的尸身 老爹啊 你想冲开这个修罗草 你也别白费力气了 除了喜经绝 任何办法都不行 你呢 还是好好地帮我找这个尸魂吧 我可不像你 就算没有喜经绝 我也不会让自己成为 一个内力尽失的废人 你说这个话你不用激我 我倒觉得我现在过得也挺好的 以前喜欢做英雄 现在宁愿当个废人 真话你之前不是也说过吗 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 就是喜欢做英雄 我这不是也改过来了吗 这一路上若是没有那个 姓方的小子护着你 怎么可能每次遇险都全身而退 可是我这十年不是过得也挺好的吗 不过说起这个防罗病啊 老爹啊 我想劝你一句啊 好歹你现在的身份呢 也是我多年的老友 你就不能稍微稍微地装一下 不要再惹这个臭小子怀疑了吗 怕他知道你身份 你不知道这个小子有多么的麻烦 怕麻烦 等我恢复了功力替你杀了他 不如我说老爹 一个不足挂齿的小辈 不至于不至于的啊 这俩人在说什么 怎么的一句也听不清楚啊 就这么做了 人都在顺便 都在陽脖里 你这一股肉 你这种蛹肉 你不好看